黄包车 飞红浪漫的山樱花 充满古意的老街氛围 让人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 困区这边很多的一个老街 这些街景 把一些旧的那个旧记忆的那个印象 把它融入在我们的 应该是说我们展馆那边厕所的一个氛围 那它营造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那走进去会让人家感觉 我好像是到了时空隧道 然后又感觉到好像又跟在地的文化有一点契合 然后又会觉得说蛮美的 然后感觉不是觉得是一个厕所 是一个我到了另外一个展馆的那种感觉 观众朋友你没听错 这个古艺十足的空间可不是展览场日 而是洗手间 致力推广英文展演 囤区英文中心更将音速气息延伸到环境绿美化 来到演艺厅旁的女侧又是不同感受 以舞台概念为发响 芭蕾舞者翩翩起舞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小角落 音速桌椅搭配上书架非常舒适愜意 我们省力的需求一个解放 所以我们布置的是比较有点像小咖啡 那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感觉 西剧音乐舞蹈这些等等的表演团队 他们的DM或者是他们剧照 我们把它用一些相框 我们自己同仁把它简易 把它布置起来 那当然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中心的 像集齐的一些我们的简介 或是说我们的演出团队的一个DM介绍 也一起放在这边 那你们会发现说 其实真的有 我们在演出的过程 在这中场休息 我们的民众他会多瞧一眼 官方发挥创意巧思 自己设计输出 找道具布置成设 打破民众对公厕的既有印象 让上厕所也变得有气质 记者吴怡婷台中从岛